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英文的圣经是 也就是赎回属神的东西 真叫人捏一把冷汗 赎回属于主的东西 也就是原来那就是属乎神的 你把它拿回来 也就是出尔反尔的意思 那在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像在撒姆尔记 哈纳她多年没有怀孕 她就跟神祈求 说求你垂顾卑女的苦情 让她可以怀孕 让她赐她一个儿子 使她终生归于耶和华 这是哈纳许的愿 她说给她一个儿子 然后她就献给神 让她终生属乎耶和华 结果耶和华神 应允了哈纳的祷告 那哈纳有没有守约呢 有的 后来哈纳呢 等撒姆尔断奶 他就带她到以利那里 使她终生在 耶和华的殿中 侍奉她 今天就要讲到27章 就是如果哈纳后悔了呢 那这个怎么办呢 上帝虽然是慈爱的神 但是他也是守约的神 他了解我们的软弱 所以在27章就提到 耶和华对摩西说 如果人许愿要奉献给神 就要当按着所沽的相对价值 归给耶和华 依照他的性别年龄 还有经济状况来估价 比如说男人20到60岁 那他就相当于50色克勒 相当于当时很多倍的年性 非常高的价值 如果这个人要赎回 那就用这个价值来换 如果限的是牲畜房子 就要按着所固定的这个价值 再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就让他赎回 可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赎回的 在牲畜中投身的是属乎神的 不可以赎回 也不可以拿来当启示的承诺 还有十分之一的奉献 圣经上特别提到 天地都是属乎神的 十分之一是当纳的 所以不可以拿这个来 当作奉献的一个承诺 或者是交换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收入 如果是三万元 十分之一就是三千元 不能够再拿这个来跟神交换 因为那个是属乎神的 在三十三节特别提到 不可问是好是坏 也不可更换 若定要更换 所更换的与本来的深处 都要归 都要成圣 不可赎回 也就是说你本来想要拿什么东西 给神换 抱歉 那个也要完全属乎神 就是不可以换 这当中神特别看重信用 你曾经跟神许过什么愿呢 只有你跟神知道 那成就了吗 如果成就了 你是不是有守约呢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蛮有神的形象 让我们也是一个守约 跟神守信用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你的慈爱高级祝天 求你帮助我们 有一颗智慧的心 明白你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让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 在你的面前 蒙你的喜悦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